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大家收看第二话的亚洲杯来集 今次全新的主持 你们信不信我们三个三个三个 用我们二十五个兄弟玩亚洲杯 这么多人看亚洲杯 对啊 话说话今天先介绍主持 小弟Anthony 阿松 还有阿York 当然我们兄弟多才多艺就不需要说 但为什么阿York这么有兴趣来说亚洲杯 其实是一向都对亚洲杯是想看的 今年其实时间也OK 是吧 我们下个星期去看圆朗 我看香港杯 你还是看奥迪哥 其实亚洲杯是OK的 你喜欢利物浦 你阿罗渣士经常说想要个新派路 不如带记成容过去 OK的 我想现在想买都未必肯买到 对啊 现在事先云先不等钱用的 如果买到帮来的话 收到二千八万 对 亚洲杯 其实亚洲杯已经打完第一轮的赛事 在澳洲举行的亚洲杯 也会说回已经踢了的A组 A组已经踢了四场的比赛 在这个揭幕战就揭幕战 澳洲就4比1就击败科威特 南韩就1比0 赢了亚曼 下午踢了两场 科威特就叫做没办法 将士用命底下下半场封琴都没办法 就0比1输给南韩 再近些就是澳洲4比0 比较有说服力地击败这个亚曼 我们再去一下 现在积分榜其实就比较鲜明的 澳洲和南韩 都大局已定的 因为两队已经出了线 对啊 打过三场波 拿6分就基本上没得走 这个科威特就 科威特没办法 他们埋班教练又新 加上亚曼大家都觉得是非战之在 因为他们的实力的而且确 不及澳洲和南韩 畢竟他们属于西亚球队当中 都不是说很发达的球队 畢竟始终国家的内乱 或者球内的频繁之源下 所以比赛和各别的球员 都是属于效力在国内的 所以基本上 我想你除了见到阿拉斯比 现在就在伯利顿踢球之外 你都见到科威特和阿曼这些球 根本就没有什么球员 在欧洲踢球当中 是 艾哈比斯 那时候在英超也踢过韦根 现在还在韦根 在韦根 保顿都在韦根 刚刚借到伯利顿就够加了 因为伯利顿都现在是胡锦克 他也是阿曼的队长 我们再去一些照片 重点出击当然是主办国的澳洲 澳洲 澳洲也不是亚洲队 澳洲看法 真的很奇怪 你给他进入 你参加他做AFC 其中的一个合作 那也算了 还要给亚洲地区以外的地方 搞亚洲杯 牛奶仔刚好去那里 有机会看到 是澳洲的记者 这一场比赛 4比1就击败科威特 老实说 澳洲是先落后一球的情况之下 叫落后 之后封禁反吸四球 其实他落后那球 就是一个角球的攻势 那球球入完之后 如果你有看现场的话 是静得很紧要 整个场是丫着无声 我想他现场的球迷好 甚至乎球员好 职员好 领队好 估不到这样 就是 佔盡天时地利人和之下 会被对方 叫做偷多一球 因为起码 赛前 大家不懂球 你会问 例如在马会 有个人走出来 你会问你去买澳洲 还是买科威特 他一定是回答全世界一次看好的澳洲 那些人答你科威特 踢球 什么 科威特 吃得 真是开玩笑 没有冒犯 其实澳洲 老实说 他比我在世界杯的观感 我觉得ok 我觉得不差 但是你留意 特别是韌力 就是打疫情波 我觉得ok 但是当时 这个形势 整个大为因素 他们处于一个死亡之组 有西班牙 有荷兰 有智利 等等的强队 他们可以 你们喜欢叫他们打underdog 也好 比较简单地 清脆地 去打防守反击 那时候的情况 容许他们这样做 而他们那一套更加是 逼得荷兰 和智利 都有一些 操守不及 畢竟 反而他们的踢法 緊迫是挺好的 但问题始终 前锋线上都是有些执着 我会觉得是因为卡契尔 变了一个 斟酌还是斟酌 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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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卡契尔始终是一个 后上中场出身 但现在这个年龄 他虽然他的头锤 頂上功夫好 但他始终有一个掩護的球员 去保护 他的发展会更加好 所以现在很寄望 澳洲希望祖力 就可以生生生生 可以代替到位 畢竟他已经35岁了 每一场比赛 体能会否应付得到 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又好像鄭智 基本上去到下半场 就没有了 卡契尔 这两场球 他的活力都不能维持 90分钟 对 你还要去好像柱等式 跟别人的中坚在那裏 瘋狂背背 拿身位 甚至给一些直线球 基本上 你要去 扶持90分钟 基本上不太好 所以现在澳洲这个情况下 前锋好像没有了维度卡 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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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代没有了这一队 善顶的中锋 或者叫胡波 好的球员 变成了尿化作先锋 感觉上 他这个年龄 你要去打一个正前锋 我已经觉得很合格 但问题是 如果再这样 澳洲已经是没有板斧了 尼卡希尔 我们绝对觉得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 他怎样演绎都好 但长远下去 澳洲都要为这个正前锋的问题 去正视 刚才我会找世界杯来做一个例子 就是 你看回他 在世界杯的状况 他们会是最弱的球队 但你一套回来亚洲杯 他们经常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 对方比较注重防守 就是轮到他们要去主动一点 去组织攻势 你看到澳洲就会和平时 他对着一些世界的列强 他会有分别 你看到他虽然是力追回四球 先落后一球的情况之下 但其实我都是略嫌 他们那个进攻 可能是与生俱来 就是先天条件 他们是比较直接简单 踢进去 有没有没有 或者简单一点说 是简单两边 全中 頂倒就入 而且这一场球 我觉得 其实对面的龙门 都要负责任 特别是第二球球 力基左脚全中 勞安高 那个头锤 其实手掂过 正常 我觉得应该是党倒 这一场球 而且比较偏重的右路 澳洲几个进攻 因为右边有高斯 羅比高斯 又有法兰籍 都不停在右边出球 路安高都走在右边 基本上整场球 如果有些hit map 可以阻挡出来 右边都会亮亮灯 反而左路的进攻 就是要天赋 始终都是差点 我相信澳洲 都是一个新的组合 始终磨合上 都是需要时间 反而失球 反而大家的默契性 不是很足够 而且他们不是太集中 我想澳洲主场球员 都觉得惊讶 就是为什么会失角球高波 澳洲一向是善顶的 但后卫高大 竟然可以被4位特球员 抢了第一点 再后上插碎式投锤 其实澳洲也挺大意 澳洲在这方面 澳洲在高空优势 根本是16队之冠 他的体格根本不是亚洲人 甚至比较接近英伦峰 你可以看战术 其实都可以反映得到 澳洲已经是踢了第二场比赛 澳洲 没办法夾到这图 因为时间都有些闯冲 亦都赢了完四球 第二场比赛 他们第二球 羅比高斯入涉 比较有组织性的一球 今届八个入球中 在第二场阵容下 职拿丁克和托尔斯 这一场就没有上阵 反而麦基和米尼根就大上阵了 而且在阻集方面 亦用了大违信这名球员 效力西暴浪的阻集 西暴浪的阻集 西暴浪的借账 现在借了一个去西暴浪借账 西暴浪借账 西暴浪借账 有些球员喜欢珍德力 或者现在效力水晶弓 以前是少少蓬松爆炸头 现在世界杯后铲短了头 但都是中场的行将来的 可以说今届世界杯 他本身也是队长 但他没办法 因为第一场勇战受伤 他都要退队 如下来的比赛 如无意外都不会再见到他的身影 这里澳洲 两场球入八球 德塞球是正七 最后很多球迷符合大家球迷预期 澳洲和南韩首先跑出 去到第三场有些大家喜欢流力的 就流力 大家care 手名的 就全力出击 南韩的比赛 第一场1比0云阿曼 第二场同样是1比0 就赢了科威特 南韩对阿曼的球入球 其实来自一个反击 对面阿曼就中路猜失了 巨池截首先左脚撕射 之后曹永哲撕射 其实1比0就圓场 你说成长球 看上去 其实南韩都算佔到优势 但当然他大多数射门 控球比 全球次数 差不多590多次 我记得非常之多 都可以说是精锐进出 但阿曼的反击 其实都很有攻势 只是那些欠盟棍 或者笼门架都帮他 笼门架都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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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这两场 其实防守是OK的 但我觉得进攻方面 虽然传送是多 但尤其是第一场球 其实他们是很多 只是可以靠远射 很少靠组织打到禁区 当然入球 可能因为快速反击 多了空位 加上又撿鸡成功 撿鸡 兩场比赛都是1比0 但分别很大 正如刚才所说的 他第一场球对着阿曼 真是精锐进出的 譬如孙兴文 巨慈哲 翠成庸的队长 李青龙 李青龙 基本上李青龙 孙兴文 巨慈哲 这些中场攻击手 也好 大将也好 他们都是属于中场球员 你说前锋 可能有些像澳洲 他是正前锋 我记得他们世界杯 或者早上一届大赛 仍然要用IQ很高 IQ之王 曾经效力过阿仙奴的 庞主委 你们都记得名字 我想世界杯 那时还在用老将 还要用安清换 那时还很严重 来到现在 其实南韓的前锋 有没有一些真的冒起头 即是李青龙 或者这些 逆风 孙兴文 都是走边线 是的 他们都是一个边线 即是他们可以做一个前冊 但你要明白明白 看一个前锋 和其他后卫去对抗 去一些很灵活 很准成的走位 其实是看不到的 这个就是南韓来的问题 反而在前锋线方面 除了曹永之之外 还有一个老将之一的李根高 都挺出名的 在韓国的 都挺出名的 其实都是挺出名的球员 今年就在卡塔尔尋找食 因为这几届 其实南韓都挺吃香 在卡塔尔方面 即是西亚联赛当中 都挺吃香 但是怎么说呢 那个情况下 如果说曹永之之 这个时候应该比他更加重用 但是李根高 在一些突变的情况下 需要换他最好的 而这一方面 南太熙这个球员 也代替了李青龙 李青龙 因为是退队的关系 而这一场 他打到右边都比较出色 第二场比赛 第二场比赛 因为第一场比赛 的确是有什么就出什么 南韓队 但是到第二场比赛 因为震台 像是有流感 有官网已经说了 他阵中有流感 很多球员大病上阵 没办法 叛力出战也好 因为第二场 孙兴文 巨慈节 等着没有上阵 实力当然打到折球 他们第二场对着 科威特那场球 其实上半场南韓 都有一两下 是具威脅的闻 但是到了下半场 因为科威特再输就没有了 封蓋試試進攻 為南韓的後防 也有中處 風聲喝淚 一球就一球 南韓連續兩場球都緊緊熟 A組大體的情況 賽後史達利克都承認他們贏得很幸運 所以最後一場 差A組的守命 我覺得南韓可能因為太多球員有流感 可能狀態未必回復 對澳洲也要讓守命給澳洲 始終是澳洲主場 真是好問水 我看到幾個球證一吹街的時候 整隊南韓的球員有一大半是躺下 然後掩著眼睛 他們很辛苦 嘗嘗嘗氣 現場又下雨 舉報為間那場比賽 從長有沒有其他報告 始終現在看情況受流感影響的南韓 始終現在是時候都要出現一些新人 始終畢竟他有些可造之才出現 那這些時間 你應該在澳洲和你南韓已經有出線了 那現在不如試下其他球員 看看有沒有合適的球員上陣 始終你現在好像孫興文 已經都是傷緊了 即是說又這樣又好 傷的又好 如果再不去試其他人 我擔心你去到十六強 到八強都已經很不穩 八強 八強 不過他們防線就 這兩場都沒有失球 其實是信心 如果很喜歡他們的防線 建立了他們的信心 因為跟世界盃比較 差很遠 你看世界盃那條防線 和現在這條防線 雖然對手是賺地不同 但始終建立了信心 加上年輕為主 真是想不到 那時候紅名譜 韓國隊南韓出場這麼有知力 後衛 那時候穿著二十號 世界盃我自己都更有印象 他執教了一支球隊 竟然在防線那裡 都幾為人救病 現在換了新教練 A組總結到這裏 去到B組 有全球六十多億人都很關心的 就是中國隊 這裏B組的比賽 先踢烏茲別克1比0 贏北韓或者朝鮮 第二場比賽是沙地阿拉伯 0比1輸給中國隊 我們再去一張積分榜 在積分榜上 排第一就是中國隊 第二就是烏茲別克 另外兩支零分的球隊 就是朝鮮或者北韓 沙地阿拉伯都是零分的 我們再去 這場是中國隊右手邊的陣容 左邊就是沙地阿拉伯 這場是挺搞笑的場面 就是當沙地阿拉伯拿到12碼的情況下 有個球筒就跟王德雷說 他撲那邊 他的左手 指一指 王德雷都半上半移信了他 反而真的想不到沙地阿拉伯這個球員 老實說 剛才阿松說過就是下半場中段 中段 駁到一個12碼 那個就來自任何一個 中國隊的中堅 超級魯莽的一個出腳 剛才跟阿松也談過 你有信心 你作為最後一個人 下腳是OK的 你有信心的話 但那個球至少你慢了成秒 慢了成秒也不要緊 最後那下是雙腳出過去 其實這件事是很危險的 基本上你伸一隻腳出去 他最多給你一張王牌 但如果你睡完之後不中 還要起雙腳 其實跟拿紅牌回家 他也不是完全重厚的 但問題是雙腳剷下去 是屬於危險動作之一 其實球證是有權讓紅牌趕他離場 他又不算很雙腳 但他的成分就一定了 因為始終那個 他很有信心 始終是那個外眼的問題 始終是他剷下去一隻腳 但問題是之後 那個余勢 如果余勢再上雙腳下去 就變得很噁心 兼此是略大危險性 那一套的動作 但是成哥 你說黃牌我覺得 你七至八成 那一下紅了 那十幾億人都不佬禮你 那個球 中國隊在我們亦配聯 有些媒體亦配蘭 配聯配蘭 在銳意改革之下 用年輕球員 戰術現代化 押的勝踢化 又符合巴塞 先驅就是巴塞 打一個四二三一的陣式 我們一直保持著陣容都可以的 黃帶雷就叫力壓這個真誠 你說在大場面那裡 真誠會見得多些 在瓦罐 但是黃帶雷就在後起之後 最後都成功破點 破了十二碼 那些大陸媒體 十二碼 你現在亞洲杯 你必須要追蹤國內的網站 就會跟進一些好的資訊 但是有些國內網站 有些他走到人家一文不值 那場球 雖然澳洲贏了科威特4比1 他又說科威特中甲不如 剛才國內就是這樣 始終是個人的觀感 主觀比較近 那場他說什麼 是不是說巴勒斯坦 日本贏了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水長很低 又說回復20年英式足球 20年前那些 你有什麼資格這樣說人 你真是中國人 但是我覺得五十步笑八步 如果真的你遇到一些強隊 好像接下來的北韓和烏茲別黑 如果你輸球會不會這樣說呢 還是罵你自己的那一句話 我請你回來 你和我撿得這麼劈屎 扔你出去吧 看來打得怎麼樣 如果不是輸得金的話 都會是歷戰而敗 現在佩蓮就被人捧到上天 佩蓮 老實說 你看到這隊中國隊 都幾肯試試用技術去打 多些短傳 有耐性去組織 他有幾個位置 始終都有小技斟著 包括不擺正前鋒 用于海 本身他擅長在邊路進閘 一個球員就擺在正前鋒 另外 譬如張林鵬 這些本身可以打閘的球員 又搬去打中堅 所以 再套下來 你對沙地阿拉伯 其實沙地近年的足球 不算有認真很大的進步 或者發展 加上主力射手艾沙文尼 他因傷就沒有入選 實力也是大打折扣 所以成長波 一個打了折扣的沙地阿拉伯 再加上銳耳年輕化 一個革命性思維的套進去中國隊 成長波膠著得很厲害 即是一個明宿所說 兩類都不想輸 大家都很保守 其實中國是 中國是 功力真的板斧一般 我看完沒什麼板斧了 就算入球也有些幸運成分 看回統計數字 例如現在這個畫面 你斬開三角 左中右 球在中間的隔運行的比例 有超過六成 六十幾百分 十幾二十幾 所以在中場的運戰 球來球往你 猜失我 斷籃 這個情況都比較多 這場比賽 對 始終這個質素來看 反映了兩隊 用球的能力去到哪裏 不要說我說壞事 其實知己知彼 其實你自己去到哪裏 是否應該去到自己的等級 而不是吹噓自己有多大 去到多高都好 畢竟你跟巴賽也好 那一陣子英格蘭式 又跟英格蘭式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我老實說 你這班人是做得怎樣 你要配合這班人的能力去到哪裏 要不然 你怎樣找任何的教練 國內也好 國外也好 明牌也好 不明牌也好 總之 如果你一想大想投 就什麼都不用想 所以接下來那場 中國對烏茲比哈 是配連戰爭的考驗 對烏茲比哈那場 一向在國際賽上 烏茲比哈 都基本上是一個 中國隊的黑星 基本上是中國隊 對他都不會佔到甜頭 這場球其實沙地阿拉伯 有些球迷就覺得 他好像踢得都幾爛散 幾散漫 在防守上面 又不會說真的認真 去壓迫這個中國隊 壓迫得很厲害 進攻的板斧 其實同樣都是偏向個人化 組織性又不算很明顯 正如我剛才所說 都是9號的夏沙斯 間不斷走到右邊 間不斷走到左邊 盤帶一兩腳 又說又沒有又沒有 所以對中國隊 是不是真的一個 很大很大的考驗呢 也都不可以這麼說的 所以中國隊 就今場球 幾注重在 譬如右路 這個吉祥 和張程棟走上來 不斷試試進襲對方的左路 另外上半場的時候 韓俊敏的表現都看得不錯 有幾次個人突破 都做得出色 阿重 始終 現在我覺得 如果說中國 有些問題 始終我會覺得 他們太多球員在國內掩飾 反而他們沒有什麼外流去吸收一些經驗 反而令到那個踢法 還是維持在他們的裡面當中 因為他們響應帕天尼 帕天尼就說 又不應該流揚 中國教育 你想想帕天尼 要下去賺錢 就知道什麼事 你特意一個歐洲會長 走下去中國 做論盤 做論盤 收多少錢 收多少錢 甚至會好名 還有中超現在 至終很多球隊 用外援都是在前鋒 其實你見到中國隊的攻擊力 真的很弱 他們沒有什麼有級數的前鋒 你見到他要打中場打前鋒 我聽過一個說法 是不是何輝呢 他就說 他好像用意甲就試過做一個例子 當一個國家的聯賽 他偏向去拼請外援 或者高質素外援 去打某一個位置 OK Let's say 前鋒 那就會變相 好像鍛鍊到那個國家的防守球員 因為 譬如恆大這樣才算 你前面三箭頭 清一色請外援 你後面一定是全部後衛打半島球員 因為外援限制問題 對 全部用半島球員打後衛 變相鍛鍊到更加多防守球員 鍛鍊到更加多人才在防守方面 理應上就是這樣 不過就是 踢那一班未必是這樣看 對 倫理上應該都說得通 對 可能不是他這一代 可能是他下一代接班那班人 還有看了一場而已 中國的防線都未受考驗 沙地功力都不太好 對 明天對胡椿比克那場 就有時間看直播 中國傳媒就說中國要報仇 因為三年沒贏過 他對沙地也是 九七之後才第一次贏 上次都要數十幾二十年前 這場球配聯的功績 就不能用一場球去肯定 有些人就找 我看過他和金馬曹 有些人比較他和金馬曹 兩個教練 那時候金馬曹 他的教練團裡面 就五個西班牙人 計算金馬曹 四個教球 一個就不懂球的翻譯 但現在呢 好像叫趙旭東 現在的翻譯 就幫佩聯做翻譯 他其實和佩聯認識了 約七至八年 接近十年的時間 他在法國做過事 又懂得法國的文化 懂得中國的文化 不論足球好 飲食好 政治好 他很融和到法國的文化 和中國的文化 佩聯有些什麼動作之前 趙旭東又會跟他說 中國的文化是怎樣怎樣 在這裏就贏了金馬曹一步 譬如現在 李鐵和歐楚良 他們都在外流找個 李鐵 他們的英文又有這場 這次 佩聯他掌軍 在溝通 不論和球員好 和上面好 和球員好 和球員之間 即是教練和球員之間 那個溝通 是做得比上一代金馬曹好 這個就暫時看到那樣 這個就是中國隊的比賽 去到下一場 中國的朋友 有沒有朋友 北韓 即是逆時朋友 真的有些關係很安媚 好 不是 關係不安媚 即是足球上 足球上 關係不安媚 可能遲些會知道 對 可能遲些會知道 最後一場就知道 下一場 同樣是B組的比賽 烏茲比克對著北韓 或者朝鮮 烏茲比克就贏1比0 我自己覺得烏茲比克在優勢上 都頗為明顯 特別是控制著戰局 用波能力 團隊的組織力 亦都屬於較優的一方 和整個體系套路都比較成熟 特別是兩閘 我最印象深刻就是丹尼索夫 即是左腳的球員 他在莫斯科踢球劇 那時候 因為外圍賽 其實他來過香港對壘 他的上落的速率 頻率是高的很重要 有力量 埋伸 搶智又有 外圍球員當然是勝一籌 對 始終在俄超 大家都相信 他始終在前列的位置當中 他們是火車頭 對 麥斯科火車頭 這個都是北韓發市議員 他的經驗很豐富 當然 迪迪帕洛洛夫 這一名曾經是亞洲先生 其中之一 他現在在效力 南韓 城南 還有 另一名球員 在中國踢球 是長春那太的伊斯米洛夫 始終對中國 他有一定的熟悉 始終都叫做中國的地毯 畢竟效力多年 是 剛才 重提到的那個 就是入球球員 8號的迪迪帕洛洛夫 他 不是 他是全中的 左腳全中入球 他就是11號 沙智夫 沙智夫 那個球真是精彩 他頂上去 那個點是頂得很漂亮 有時候 你就不需要衝得很癢 去眼鑿 插水式 插水式當然可以很漂亮的金球 他的球就搖到近處 基本上龍門正在移步 他的球還要是 龍門的右上角入 基本上是 龍門完全沒有機會救到 那個球的配合 一傳一頂 十分精彩 都希望大家 都可以看回精華 這個亞洲杯 暫時來說 都有不少漂亮的球 給大家看到 北韓就 老實說 他外流的球員 就不算說 認真很多 是有些 北韓的7號球員 我等一下不記得他的名字 李相哲 李相哲 有些報道說 他是一個很主力的球員 但因為他停賽 所以金翔波不能夠上陣 可能會為北韓打了一些折球 如果你說北韓有沒有外流球員 其實是有的 那就包括在10號的博光龍 這一名的巴蘇利球員 我們借了華道斯 這支列支敦士登大廈 在瑞士聯賽的球員 還有另一名球員 就是奢政下效力瑞士的懷疑 還有日積 還有幾個日積的球員 還有19位的李正勇 得到漩渦 今季都是北橫地的降班 原來這樣宣布是一個壞消息 雖然說在北韓的實力 其實都算是一個謎當中 但是在那個年齡上 其實好像大幅下降了 畢竟也是 始終在今季 其實他有些很特別的 他就用了22個名額 沒有用過那麼多的22個名額 還有他們的主教練 因為在那個裁判上的 爭執的情況下 被判罰了半年 所以現在是由U隊的教練 去大領 其實這個教練 各支U隊都執教過 細節U13、U15 一直升上來 到現在執教大國腳 其實北韓 我之前看到 我不是那麼喜歡北韓 老實說 不要理他正不政治 曾經有些積球員 接受訪問都說 他說他不明白為什麼 譬如日本這些國家 他們的球員享受足球 他說他的足球 不是用來享受 他說他覺得他視國際比賽 做一個近乎打仗 你是應該認真去對待比賽 就是連別人去享受足球 以前我們2002年 甚至98年看巴西 Lonadino 被人踢到在那裡笑 那些享受足球 你觀眾看得都會心微笑 你北韓就要批評別人 批評別人享受足球 始終他們國家 政治 都覺得人生是一個鬥爭 無論你們踢球 做什麼都是要鬥爭 我想大家的看法 和生活方式不同 始終文化差異會很大 始終他停留在一個 以前的政治體系當中 一位國家出戰 就等於一個戰死的心態 但他們這種想法 令他們踢法 處於很機動性 很機動性 很守紀律 其實整場球 他們都沒有什麼攻勢 都是處於下風 始終孤子比較高一班 但想一下 會不會他會剪了自己人三比零 金正恩入了新聞片 在看球 我覺得其實他們打得不好 老實說打得不好 以北韓就 老實說他們 剛才我說的 我個人是批評的 但你又不可以否定 他在某程度上的推動 這個都會給到一些推動的球員 而且他們的球員 真的很認真去對比賽 我也看過他們的年輕球員 U隊來過香港踢球 很近 你感覺到擠他都不會笑 他認真對待到就是這樣 然後全部清一色髮型 很認真去對比賽 這就是 這就是軍訓式的訓練 北韓的特性 也很有團隊精神 不過雖然他們 技術都差一點 但我覺得他們在這一組 很硬正 即使今場輸了 但接下來對著沙地阿拉伯 或者中國 我想都會搞到兩隊很麻煩 尤其沙地 他們已經輸了第一場 對烏茲別克 亦都是難打 最有機會就是 在北韓身上搶奔 但我覺得北韓 未必差到可以輸給沙地阿拉伯 所以現在這樣看 分分鐘就變成 中國和北韓是差一個第二名 或者這樣看 個人認為 北韓會先看一籌 始終我覺得 跟中國去比較 始終如果說行軍信祝 跟整體發揮 其實北韓會比中國好很多 始終中國的問題 心態就是 可能有一刻 我想踢就踢 我不想踢 中國隊 這是一種老毛病 我不知為何 他們心紅 又想做一些 戰術以外的事情 這樣又會有漏洞 很容易被人把握 好像我說 有時在一個鮮明輪廓下 可能北韓這一種的踢法 可能會有些 類似我們以前說的 俄羅斯那類 行軍迅速那類 跟足指示 做好它 然後打全體反擊 全體防守 有機會有意外收 就打散中國隊 中國隊一散起來 真的可以散得非常恐怖 大家都見識過 B組總結到這裡 明天會打第二輪的賽事 我們不如馬上看看 C組的形勢又是怎樣 C組第一場比賽 亞聯又4比1 擊敗卡塔爾 伊朗有份出席 2014巴西世界盃的亞洲國家 2比0 2比0擊敗巴林 我們再看看 現在積分榜 排第一就是阿聯又 三分 同樣也是3分 伊朗 零分的兩支球隊 就是卡塔爾和巴林 我們先去到陣容 阿聯又4比1 對卡塔爾那場比賽 很有趣 只有1分 那個球隊 憑著10號伊巴謙 乖巧的一個保射 其實卡塔爾是領先的 及後又是同樣反級4球 有些人說澳積有很多架球 但現在是阿洲杯 阿聯又反級4球球 老實說 開賽之前 同樣被看高一線的 當然都是阿聯又 特別是我們香港的球迷 有些人其實阿聯又外圍賽 同樣是造訪過香港 有幾位球員 亦都叫我們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 特別是當時來香港的時候 他穿21號的爆炸頭 現在已經轉了10號的奧馬 這個… 阿多拉曼 阿多拉曼或者亞道列文 奧馬10號的球員 第四球球 左腳地球全中 那個就是奧馬 大家也要留意著他的表現 阿York有個新名 我幫他 鬼尼安 鬼尼安 可以的 他的技術速度 視野等等都是不錯 特別有一定的突破力 其實阿聯又這支球隊 現場看過也好 直播看也好 他們的速度和體能 都是兼備的一支球隊 面對著卡塔爾 認真說 不算受到很巨大的威脅 他們對著 最後一輪對著伊朗那個小組 差少第三輪的比賽 那一場球 我覺得才會在這組 即是阿聯又真正的考驗 這組其實都頗有趣 其實都叫做西亞的打比戰 畢竟你現在看這四隊當中 其實都是屬於西亞當中 在阿聯又方面大家要看好原因 畢竟他在足球資源投放都很厲害 加上他在海灣盃 這一班球員都處於海灣盃的承認 而且他們很年輕 尤其是中前場 大部分都是二十三四歲 你看到這場球 其實都反映到 阿聯又的機動性 體能 都是具備的一支球隊 其實卡塔爾方面 老實說 他們埋門其實不是沒有 但質素 在埋門上蠻強差人意的 並且很多都是 譬如禁區外 一些不中籠的射門 居多 其實他們射門不會比阿聯又少 好像還多一次 我沒有寫出來 另外搜門員 我們譯作搬師 我覺得他演出都非常嚇人 不得嚇人 基本上好像不太懂得接實 他又不是牛油手 其實算是西亞龍門一些毛病 其實都是一個通病 不准你看回以前的沙地 伊朗 都會有發生這些情況出現 我想是手法上 他們的問題 其實他們的身形很適合 但不知為何 球一定是很頑皮的 即是他們運動天分有 又不是沒有 又回到敏捷力等等 其實都有的 敏捷一定有的 速度都有的 我想他們可能就是 治癒自己敏捷 有時有些球就 輕鬆 即是不用正宗手法去接 或是那個 或者是那個 舒遲斯理 或者是教練上的分野 在卡塔爾方面 人力物力之下 畢竟國內也好 輸出去習慧學習也好 而國外教練也去教 始終是爭得很遠的 那種感覺 阿松絕對話都說得對 什麼教練 就教什麼的球員 這是鐵一般的定律 阿聯優除了看奧馬亞多拉文之後 其實11號的卡希利 7號的那個都 穆巴赫特 這兩名球員其實都頗高入球率 所以其實都應該值得去留意當中 他們兩個其實穆巴赫特24歲 卡希利23歲 但是兩個加起來為國家 為阿聯優上陣已經超過了80次 阿聯優是其中一支黑馬來的 因為這一組C組的手名 就要對D組的次名 如果C組次名換句話說 就很大機會會對著日本 所以很大機會可以這麼說 所以第三場球伊朗會對著阿聯優 到時候就真的可以欣賞一場的大戰 是啊 我想說回阿聯優和卡塔爾的分野 其實這麼多聯賽一些外援回來的反應就是 卡塔爾其實某程度都頗熱餘下 就算他有錢也好 但是那群球員也有些認為 踢踢一下不對路 回自己國內踢球 因為覺得那個水平不是太高 在阿聯優方面 就算沒有錢也會肯泵水 買一些好的球員回來 還有肯發軌球員 卡塔爾用另一種模式 就是一種叫移植的 一種叫移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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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萬模式 先幾年他們都試過 對 射速性是 艾列頓 艾列頓 迪迪 大迪 那個問題就是失敗了 還有現在還在巴甲效力的 艾馬遜 踢過三次的卡塔爾聯賽 但是因為國際捉協不允許 所以他現在不能再代表卡塔爾 他稍後就順利成長 但是他會搞世界杯 對 魚無意外 現在也很難說 都會搞世界杯 看看可不可以刺激到國內的因素 令到足球可以起飛 搞世界杯 就是其中一個方法 還有渠道 還有他之前有一種叫移民的模式 就是請一個很有質素的球員 就移民 運動 幫他們踢 移民過去幫他們 搞好所有的事 只要他住 就代表國家隊這樣去 他們選擇用這個方法 譬如菲律賓籃球 那些都選很多 其實本身都不知道 跟菲律賓什麼事 那些球員 去代表菲律賓 有些初期 日本都有這些做法 特別是三刀主 三刀主 呂比錫 還有拉莫斯羅偉 這一名 應該是Billy 都最清楚了 這組另外一場比賽就是 伊朗2比0擊敗巴林 憑著兩個角球的攻勢 叫伊朗搞定了 2比0就淨勝巴林 其實老實說 賽前兩球的差距就OK 大家會這樣看 但細心一點 如果要留意這一場比賽 其實伊朗的組織 比想像中有耐性 比我想像中是勢利 有幾個球 其實入攝都精彩 但稍微快一點 變成炸糊 沒辦法 當時 現在 伊朗陣中 還有好幾位老大哥 在裡面 仍然在陣中叫打息 奧沙辛娜的尼高蘭 迪蒙尼欽 也有踢世界的杯 迪查加等等 論大賽經驗 絕對是在巴林之上 甚至乎你論大賽經驗 其實不只高一班 伊朗就拍巴林 巴林表現 其實我覺得值得大家欣賞 因為以前 你看看這場比巴林 他沒有死手拍大巴 想拿一分 即是他們的進攻 同樣是 嘗試打得直接 進取 有機會都會 鼓一段上去攻 以前我看一些資料 其實巴林 以往給人的感覺 風格 球風偏向 防守性 保守一些 所以他之前有賽 4比1 沙地阿拉伯 都挺令人意外 所以看看現在這個教練 馬贊伊特 看看會不會 可以在接下來幾場球 又打一些有起飾 有進攻意味的足球 是的 其實這一場當中 在伊朗的磨合 在世界杯磨合之中 好像更加之成熟 畢竟有多別的球員 多數前鋒線的球員 都曾經效力歐洲球會之一 迪查加之前 踢過富咸 蘇查爾現在 踢拉斯帕 尼瑪斯的西越球隊 迪蒙尼欣 之前踢過保頓 和富咸 尼高南 重返奧莎辛娜 以及列莎 這位前查爾 這位球員 今年是科威特的球隊 列莎就是 我們世界高查理克特 高查理克那名球員 始終他今年 過了西亞那邊賺錢 始終我會覺得 有點失望 畢竟他還是當打時期 高查理克特 世界杯打得好 牛友斬莫 對阿根廷有幾多單刀機會 我現在都很期待 伊朗這一堆 前面的前鋒 歐洲的磨合 已經很成功 我都希望 卡羅斯再放多點心機 在前面 他們是謙虛的 說自己又不是大熱門 又嘗試幫球員減壓 但老實說 他們現在真的是大熱門 現在每組有一支 例如澳洲 因為伊朗被圍是其中一支 僅持澳洲和日本的熱門 因為他們很大決心 要拿這次亞洲杯 因為他們是三屆民主 但他們很久沒有拿到這個杯 已經被日本評 過了他們 奪標次數 極賞這次要拿好成績 如果以日本為一個假想敵 那就不可以這麼快八強 尤其是澳洲 加入了亞洲足協之後 因為伊朗在亞洲的大哥位置 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厲害了 所以這次都希望可以 如果他想在決賽才擊敗日本的話 就要在第三場 就要KO亞聯優 決賽才對到 這裏C組的大體情況 還有沒有其他補充 如果沒有就去D組 期待伊朗和亞聯優 但那個要去到最後一場的分組賽 D組的情況 跟大家立即交代一下 打了兩場的比賽 日本輕描淡社 或者譚少傭兵 4比0 輕鬆擊敗了 衛免冠軍 擊敗第一次參賽 巴勒斯坦 這個約旦是0比1 輸給伊拉克 我們再看積分榜 當然第一位是日本 三分 伊拉克也同樣是三分 兩支0分的球隊 就是約旦和巴勒斯坦 重點是日本這場比賽 亦比較多朋友會關心 我自己就 剛才說了 其實巴勒斯坦 正如前瞬 都跟大家介紹過 他們憑著 挑戰杯好 海灣杯好 那個席位 亞洲挑戰杯 即是屬於一個 叫做 國際排名低組別的情況 冠軍是參加的 可以有參賽資格 其實我也看過一些幾長篇的文章 就講 其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在戰亂那裡 真的很遺憾 之前FIVA 都有一筆錢給他們 重建一些關於足球的基建設施 有十幾個項目 亦都看到其實有一些 巴勒斯坦他們國內的球員 因為有些地區 是被以色列封鎖了 即是他們要透過 即是不知怎樣輸出來 你途中被人發現 基本上生命到無 有些球員和教練 就經歷過這些這樣的 地下隧道 對 時期 很艱難地去完成他們的足球夢 來到第一次參加亞洲杯 就對著衛免冠軍的日本 老實說大家 在成績上面 對巴勒斯坦的期望 不會去到太高 日本這間商 他們的球員質素已經明顯超班 遇到的今場比賽 遇到的考驗也不算太大 是 始終這一班 現在都處於黃金時期的日本 即是 就算今天今場不敷 就算把一些後起之手上去 其實都可以說 贏得到很輕鬆 相反地 巴勒斯坦 其實 我們都喜歡說巴勒斯坦 始終都是屬於國內球隊 始終第一次參加這種大型比賽 其實不可以說他要求什麼太多 而且第一場對日本 始終都是有點難搞 就算是0比4 最後慘敗也好 大家都覺得是非戰之罪 因為他們球員在場上都非常拼命 日本隊這邊其實 老實說他真的要 看不到什麼出來 始終都未盡全力 半場已經贏了三球 是 他真的要跟你練的話 日本可以排行11個都出去 外流透星 他的外流不是外流那麼簡單 不是樓 譬如 如果大家有看國米 他都頗有一定程度 他是國內隊副隊長 蘭勞基 之後 文仙尼上了中業給安迪奧做 但其實都有一段時間 場又有都是 打比戰 他都是以隊長身份 以隊長秘章去打 譬如 鄉村真司 也都是為紅魔鬼效力過 江崎神司在德國足球裡面 也都經常會有入球 本田歸有已經是效力著 伊甲豪門 少年夢想 捉著師妹 也效力著師妹 所以日本隊的外流 已經不單單是得甲那麼簡單 譬如 吉田麻雅 雖然是英超 他的隊球都排得很前 日本隊 你看他們的球員質素 你數 還有一些未入選 譬如 預作未貴使 齋塵學等等 還有世惠明 哈佛柏林的球員 說的是 入選 不是競爭 競爭是很困難 而是他競爭入選 人才是多到寫到這樣 所以 已經是去到 當時 我記得 日本隊 去到世界杯C組 與哥倫比亞 與希臘 與杜巴的科納迪亞 拍在一起 大家覺得水準已經差不多 儘管他們贏不到球 在世界杯贏不到球 今場球踢到下來 已經可以憑著個人質素 去擊敗巴爾斯坦 是的 畢竟始終浸任多時的日本球員 在歐洲方面 已經是各局的信 進展到非常理想 好像川島永治 你沒有想到一個日本人 在比利時的巴巴 比利時可以爭奪到正選位置 吉田米亞雖然在修咸頓 不是時遲可以在正選當中出現 但在防守意識上明顯是增強了 修咸頓也正和他續約 證明沙頓也當他是未來計劃的成員 其實他是一個輪換球員之一 雖然可以說他有點不太集中 但相比一下他在沙頓的第一年已經好了很多 但仍然不少球迷覺得吉田米亞 或者日本的中堅圍 自從中澤右翼退役之後 還有田中鬥利王 這個黃金組合沒有了 自從一對中堅貓寶負役之後 都幾令球迷擔心 可以這樣說 這個問題都是世界盃到現在 還未找到一對合適的人選 對 日本這裡沒有什麼考驗地 也沒有受到 相信這一組的考驗也不太大 另一場比賽就是伊拉克1比0 又擊敗這個躍彈 老實說場面上都頗為平淡的一場比賽 老實說有點像中國對沙地那場比賽 是長期處於一個都幾軍勢 幾膠著的一個狀態 儘管伊拉克近年 大家都普遍認為他的實力是有所下降 當家前鋒可以一年沒有班落 這個隊長 他這場不是正選 但爛船都有三斤釘的情況之下 1比0卡沙美 他的個人進集 可以這樣說 單騎突入就1比0擊敗了約旦 伊拉克其實他80年代 足前或者打後 80年代或者前 他都OK的 在亞洲算是列強之一 但是80年代打後 去到90年代中期 他就因為戰爭 侯蔡恩政權 自從倒台之後 足球才叫做重新 重新 重新 球迷對他 會覺得是 黑馬 應該出線對他來說 已經是一個目標 再去到四強 我想就難些了 你說要重溫 2007年的美夢 在今屆14年大圍環境之下 相信都比較渺滑 是啊 始終 不過唯獨有些有趣的 就是伊拉克這方面 其實就有一個美國籍的球員 加入了 他是一個 在美國出身 以及在美國 哥倫布KC的效力 那種美林 這一名球員 其實都幾有爭議性 其實我告訴你 有些 有些是比較政治上的影響 其實那個 不太理想 他依然回去自己的國家 代表其實很難得 因為你始終都要 可能是顧及一些恐怖分子 人身安全 始終都是 因為他有美國籍 始終都是有點害怕的 還有一些歷史的背景 等等的因素 影響著 其實伊拉克也有不少的新人 我自己覺得 特別是有看FM 其實他出了一位 妖人 我也是透過FM 才認識他 就是11號球員 打進攻中場的泰基 或者類似 應該叫泰基 泰基 他真的在遊戲裡面 他就前途無可限量 但是在真實 這場球不算有影真大的作為 這個96年出生的球員 其實今屆絕對是一個 值得大家留意的新星 其實除了泰基之外 還有剛才入球的卡沙米 靠力英格 5號球員 以為CVA是在 小雲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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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是曾經踢過熱刺的青年軍 一直輾轉到白里頓 勞頓 萬斯菲爾德 這些低下層球會 今年就叫做在小雲頓 打起來 始終那個 現在我覺得伊拉克其實是很有活力性 始終都是 還有一些國外球 有些年輕球員學歷國外球隊 始終都是那個經驗 是帶到回去球員很重要 D組 日本順利跑出 大家不意外 伊拉克似乎 都個實力 特別是今場球 贏了約旦之後 實力同樣 他都會在巴勒斯坦之上 理論上 他次名出線 我想日本首伊拉克就次了 這一組的情況 大看我們的估計就是這樣 小小大為總結第一輪的比賽 暫時未出現過和波 全部都能夠三分零分 去分勝負 明天就會打B組的中國隊賽事 對著烏茲比特 相信是出線的關鍵戰 兩位拍檔還有沒有其他的補充 這一場比賽 對烏茲比特 我始終在實力上和體質上 烏茲比特是會更成一層 始終他曾經是蘇聯分裂的國家出來 始終是 傳說他屬於有一部份球員在西歐 或者在俄羅斯 東歐 始終是在俄羅斯賺食 或者在烏克蘭 甚至在哈薩克的球會賺食 始終那個經驗是會豐富一些的 對面都好像做了功課 就說小心鄭志 的確鄭志 我反而覺得 他的經驗 選他下來 其實很多老一輩的球員都淘汰了 在佩蓮底下 但仍然留著隊長的鄭志 他和遠藤 遠藤沒有人拍著兩個 四朝沿道 有些人就老爛爛爛爛 不要踢 鄭志 他上半場都還可以 把握到傳送 攔截等等都可以 但到下半場真的有一個明顯的下降 其實中國對沙地這場都有這個問題 整體 因為配連壓迫戰術 其實中國的球員是做到的 60分鐘 做到60分鐘 我覺得多了 因為烏茲別克的體能不錯 那場雨戰對北韓 都看到沒什麼跌屋的跡象 那場球真的 如果質素再差一點 真的不能踢 北韓也頂得很辛苦 所以我覺得中國 最初對烏茲別克 其實比賽頭半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但烏茲別克真的很厲害 那場球 之後就好意出事 基本上那場球 烏茲別克第一場對北韓那場比賽 基本上踢不到 阿松有沒有去過維園踢球 有 他那場積水到好像維園 但那場本身質素是很好的 看過草地 他積到你很大力 均一個地坡 你滾兩滾 停了 明顯是那個去水系統 是很有問題 這件事可能在經過這次亞洲杯之後 我想澳洲足協應該要做一些事情 要檢查球場 本身的去水系統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否則始終造成一個招人麻痺 不太好 那就是澳洲體育場的改場比賽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其實有球迷問我們節目是什麼時候出 我們分開幾部分的前瞻 第一輪賽事總結 第二輪賽事總結 第三輪賽事總結 和淘汰賽之後都會有 當然不少得 決賽之後 整個總結都會送上給大家 所以緊貼留意我們熱血大球場專業 熱血大球場群組 MyRadio的YouTube Channel 你基本上follow齊了 就不會掉了 當然最好看直播 你先倒為快看YouTube 都是OK的 所以我們今集錄完 立即訂上YouTube 你們如果看直播的話 就會是星期三晚的12點 緊接著常規的熱血大球場 之後都會播出 我們今天在這裡和大家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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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